好各位同学呢 我们继续刚刚有关于判通别的部分 进入到第二部分的料检 请各位翻到法华悬议西经第97页 第97页 好料检第九行 二料检 一开始有个问答 问教主不同社教意义 云和而言经口翻身名为教通 他说你自己不就在四教的部分吗 就分得画法式教啦 那画法式教的藏教佛 通教佛 别教佛 原教佛 不一样啊 那既然如此 他在社教硬化的时候 也应该是不同啦 那怎么可以说是佛经口翻身啊 一个人在说啊 是教通啊 然后听的人义啊 是听的人不同啊 不是我说的不同啊 那他自大师的回答说 从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当分 一个是跨节 那当分 我们来往下看 他分为有 藏通别源来说 但是因为藏教佛 比较特别 比较特殊 而且我们如果理解 他的说法之后啊 就理解通别源的 所以他在藏教的地方 他讲的比较清楚 之后通别源就是 以此类推 好我们来往下看 这四行 当分 藏教的部分 十四行到十七行 如山藏佛 附种种源 说种种教 原意故教别 主意故教通 以此教行 有能气所气 种种的明 理 以此明来明这个理 种种明理 这个明写上了吗 明 是动词 以种种明来明这个理 OK 这个是动词哦 好 那但是这个理呢 无种种 法华 金言 寄托因 若酌 必够疑 语言 就是对对方说 对着一个穷子说 欲言 请作 对他说啊 你要好好地努力地去做啊 物负于去 并加努价及 图足游 此则深口行礼 其分而说 不得做于解 他说像是三藏佛啊 三藏佛就是这个 穷 长者穷子欲里面的 着臂垢依的嘛 他是不是脱掉 因若依 然后着臂垢依 所以这个着臂垢依 就是辟欲 是三藏佛 OK 这边我帮你们画了一个键号 对不对 有画了一个键号 然后他因为众生 有种种的缘啊 你就必须要说种种 叫叫 可是说来说去 他最后是一个佛 然后依此呢 你就会有种种的能器 种种的名来命这个理 可是理是依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就有说啊 这个长者啊 他明明是穿着阴落 是一个负长者 可是为了要让这个穷子 不要怕他 所以他只好把阴落一脱掉 穿逼够一 这就像是三藏佛啊 那他对他说预言啊 你要勤快的去做啊 这个标点符号他们打错 预言 这地方应该是两个点 勤快啊 然后不要离开啊 好可以帮你的工钱增加 那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 穷人都是走路都是赤脚嘛 然后冬天也会忍 那他们的屠竹油事实上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保护 让他不会毛细孔外面能够有一个保护 所以你看到印度人他们在走路之前 脚会先抹一些油 然后抹到大概膝盖下 而且一方面是防止虫纹叮咬 当他们走在草 现在比较少看到 你要看那个古印度片会看得到 那他们开始走以后 你就发现他脚开始会沾灰尘 那他都沾在屠竹油之外 站在这个外面 持责而身口行礼 其分而说不得于解 那这个语言情作是说七颗道品的部分 针对七颗道品 那好之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通别语言的部分 请各位翻到98页 那他说通教别教原教也是一样 通教的佛他有印通教的众生而后去做视线 以他们所看到的形象而后去视线 别教的有别教的佛 以像这样的情况去视线 然后原教也有原教的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每一个藏教有藏教的 通教有通教别教原别教的 这个角度是画个图给你们看可能比较快 就是我们呢 现在是藏教 然后通教别教原教 他各自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谈说 那我这个藏教佛我对下面怎么设画 那我通教佛我对下面我是怎么设画 他这叫做当分 就是我只从我自己的佛对我的众生里面来谈 就是我们讲的当分 就是我只对我自己里面的来谈 所以说我这个佛像第一尊就是藏教 我藏教的佛我对我藏教的积的众生 我有种种说然后安种种名 可是我的理只有一种 就是只有藏教的这个理 这样理解了吗 一这是当分 那我通教的对通教自己来说 那我有种种的说法 比方他里面藏教也有开出来的 像是他有五庭心 但他藏教五庭心 他的内涵是长的 就是我一般比较了解的是侍法的部分 那他到了通教别教的时候 他的五庭心就偏向于是观心的部分 你们会想说五庭心这样通教别教有吗 有啊 有 OK 好 这只是一般比较少介绍观心的 观心修五庭心观 那之后呢 接下来是进入到跨节的部分 跨节的部分呢 我们先把原文跟大家念 NEC 那跨节的部分请各位看到第九十八页第五行开始 何处别有施教主各个声各个口各个说 就是说 葬通别原则施教的教主啊 哪有可能是每个声不同啊 说不同啊 每口都不一样啊 那应该 子后面就是子 就是应该 就是只有啊 引其无量功德庄严之身 献为藏六指金辉 不说甘甜常乐滋味 而后说于 贤处无常心辣 弃王者服事 直持奋弃名为方便 来麻烦再看一下头颖布木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原来呢 上面刚才前面当分的时候 他施教的教主 对不对 各后各个说 各各口 各各有各的 然后这个跨节意思说 应该不会是四个教主嘛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主 对不对 就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啊 那应该只是说 在这个的背后 在这个的背后呢 有一个佛呢 是引其无量功德庄严之身 然后呢 他没有说甘甜常乐之法 而后为大家说 贤啊酸啊 无常心辣 那他弃下他的王者服务 直持除奋弃 所以这前面三个是方便说 那这一个呢 无量功德说 就是指原教佛 这样OK吗 所以这个跨节就是 彼此之间是可以打开的 好 第八行 教的部分 他接下来谈教行礼的部分 所以如果把这个方便门一打开 开方便门是真实相 即相生是原常之身 相法是原常之法 相行相礼皆是真实 如此通是意音之教 而小大差别 门庆有长短 所弃为意及 种种民民意究竟 为意究竟 应于众民 做独此论教 行礼通别者 向着难解 礼则一鸣 来麻烦各位再看一下投影布末 就是说他说 如果呢 我今天开方便门 就是我把中间这些鸣 dubuds has echoed as you 原教佛别教佛 那些法呢 事实上跟原法都是一样的 这样理解了吗 都是由他而来的 都是一音之教 而后只不过就是有小大差别 因为能器 能器是众生嘛 众生是能器 每个众生有不一样 所以所 我们就会有种种说 可是呢 最后你所达到的就是个圆圈 只有一 然后种种的名 命意究竟 种种的名是名词 然后命意究竟是动词 用种种的名来称呼这一个究竟法 那而后这一个究竟法来 印了种种的不同的名称 就说 同学们有没有绰号啊 不要讲你们好 讲我好了 我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我的笔名就 大概可以讲两位数字了 从以前开始写歌词嘛 小时候还有投稿嘛 以前小时候投稿 然后到出家以后就发现不能写歌词 应该要忏悔 开始写书嘛 然后出家以后又有内号外号 然后呢 还有别称 有人喜欢叫你绰号 你们 有人敢敢敢敢出家这种绰号 有人叫我孔啊 然后呢 我师父又说我是孙悟空 这样子 是不是很多绰号 然后我还有俗家的 俗名身份证的号名字 所以我是不是 人是一个 啊 可是人家在叫我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还没叫我 这样理解了吗 就是讲这么一件事而已 那你们一定也是嘛 你们从小到大名称一定一堆 妈妈小时候取得乳名 之后呢 为了尤其再取了绰号 然后呢 长大以后 娶了老婆 老婆再娶你一个昵称 然后小孩再叫你又有个别称 自己身份证还有一个名字 好 这就是一般的情况 大家可以理解 那我们进入第二节 第二节定前后 定前后很短 我们来把它上完 从明义来定妙法的前后 从义的角度来说 从内涵的角度 义式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应该是法先妙后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了 若从义扁 从义的角度来优先考虑的话 因先明法 为什么 而后才讨论这个妙呢 因为经文有说 我法妙男师 法先在前 而后妙男师是形容他的 所以之后才可以讨论这个妙 OK 那如果从第二个 从明的角度来说 从明义优先考虑的话 那应该妙在前面 法在后面啦 为什么 如此说呢 十七行到二十行 若从明平 应先妙 赤法 如玉眉笔 称其好人 赌润无人 何所称好心 应先从人 后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明义优先考虑的话 就像我们在称一个人 说这个人叫做好人 我们想要赞美他 如玉 就是想要美 就是称美他 赞美 彼是对方 想要称美他 赞美他 我们称他叫做好人 不是人好嘛 对不对 是好人 就比方说 我说 立珠是好人 然后我说 索斯姐是美女 你一定要先这个人存在 所以说 赌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人 那你何所称好心啊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人先在 所以先人后好啊 先法后妙啊 那今天呢 提从明平啊 顾先妙后法 今天他安排的话 就是先 既然呢 你为了要从明的角度就优先考虑 所以他是叫做妙法 那在第四节的时候 他说我后面呢 为了要解释他的内涵 要解释市民 第四节 解释市民 那是属于意识的部分 所以解释的地方 就必须要从内涵意 为优先考虑 解释意便 顾先法后妙 所以说服呢 有前后亦不相怪 懂意思了吗 OK 他只是为了后面做一个铺路 还有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第3节是初旧解 要谈观载法云的部分 这部分呢 我们很快的先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呢 如果没有提下星期一次说啊 会一下听太多种 可能会打劫 我们现在花个时间 跟大家很快的带过 那这地方总共 请看到99页 他举四家之说 这四家呢 有道场官 快吉吉跟北帝师 快道场官呢 道场官是指 官师父 是指官师 好 那个道场又叫做道长 道长 他是从 助脚一 他是跟着惠光法师出家 在松山经研大智度论 然后之后呢 他离开了 他研究到一个阶段之后啊 他了解了 他就到洛阳 离开松山去洛阳 专门在讲大智度论 专门在讲大智度论 那他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 妙法莲华经的名 因为很多人讲妙法莲华经 都有大智度论做参考 那他提出一个看法 那另外一个人是惠姬 就是快姬姬 是惠姬 我们继续把他租这个人民看完 主角二 惠姬呢 他是南朝的一个申旅 浙江的前唐 人 你会发现自己当时在隐的时候有 刚才是北魏 现在是南 他南北都有考虑 那这是南朝生 浙江前唐人 俗姓旅 幼时的时候 年幼的时候呢 他在阳都的齐桓寺 跟着惠姨法师研究 后来有一个西域的申旅呢 且把摩他来 研究 禅 还有 绿余 到了20岁的时候受去主戒 他所了解 他探究的经典 韩瓜就是惠姬法师呢 有法华 诗意经 维摩经 金刚经 般若 圣曼等经 在刘宋太宗的时候 刘宋 曾经呢 赐任就是班政令 视他为申政 这个申政呢 不容易 申政的意思就是他能够负责申 当时在这个朝廷的管辖区域内 出家众的制度 维持他们的制度 维持他们应有的一个体系 不是光管一间寺院 是 这一个政治范围所及的范围 他们能不能出家 这些出家中能不能认住词 这些出家中该怎么安排他们的戒律 合不合以 归他管 这个深圳是很大的职务了 然后到了剑武 三年 四级他活了 市寿 85 再来 再来就是一个地论 地论师 北地 北地论师 地论师呢 当时我们地论中一般称为地论师 诚实论的话称为论师 社论成为社师 所以第3个是要以地论师的说法 那之后再第4个他要赢的是光载法云的说法 光载法云的是南朝生旅 是易新阳县人 俗姓周七岁出家 13岁开始 玄习佛学 梁天坚二年呢 凤赤 就是有 以前刚才刚才跟你讲 他们要去做住持也都是必须一体字 他是有政令下来叫他去 光载是族当住持 去管他 创立了生字 然后 天坚末年呢 建法云市 到了普通六年 赤为大申圣 就是僧侣的统治官 大通三年呢 市集 你市寿六十三 因为他的市民是法云市 因此有人就 一般都称他为光载法云 这他们这几位的特点 有没有看到都是当朝的当时候的高僧 OK OK 那有这样的理解之后 就是要看一下 自得当师 有对整个人 当时 不论南北都有了解 好来看到 会 道场官的说法 这个道长官 他语言说 应勿说 三非真实 终归其异 位置无上 无上 不妙也 引经云 事胜为妙 请你离 遇诸世间 唯吾有上 这个是 是法华经的 又语呢 既言 谈无语 向外 而 其 体绝于 精妙 所以称妙 体绝于精出 所以称妙 幼影经事法不可事 言辞向极灭 他在解释这个 妙法莲华经的妙的时候 他就讲了说 应勿为后说三 就是有开三种 三法 三圣 可是那三非真实 终归其异 所以我们称他为无上 那因为既然无上 没有人可以比他更高 所以才叫做妙 那因为经典也说 为无有上 这个佛圣是 为妙的清境第一 为无有上 所以称他为妙 所以因为他也不是在言辞 所能够去理解的 他也不是透过比较 体绝精出 也不是透过比较而来的 所以称他妙 乃至于经文当中 明白的说 是法不可斥 言辞向极灭 他说道场官对这个妙啊 这样的解释 待会智德大使会告诉 明下礼拜 智德大使会觉得说你这样说你还是没有说出他的 特别处啊 那如果一部经他只要是不可思议都可以称为妙了 那可是每一部经都有不可思议的一个自证的部分吗 那不就都一样都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自证大使说他有说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说出最独特的点 再来是惠基法师 惠基法师说妙者啊 表童之称也 习三圣 那他的三音义去 三果疏别 不得称妙 今天大家会归为佛圣 所以称童 因为童 而后称妙 自证大使觉得这个童就可以称为妙 这样也不对啊 好我们下礼拜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他都觉得不对 他在北地诗就说啊 理则非三三教为初啊 非三之子为妙 就是都不是这三者的说法就是妙啊 他说这个意呢 跟前面说的不是一样 而且他的 词 在意里的在文词表达上 比前面还更差 这是大使的评语 那光载法云怎么说啊 他光载法云说啊 妙者一圣英国法也 拜行英国各有三出 经教英国各有三妙 他就说好啊 以前的英国 自行英国上面 是属于初的 今天的这个 原教英国是有特殊性 所以妙 那我们看到一百页 一百页呢 我们下星期才会细讲 我们现在先来给大家麻烦您先看到那个 13行到14行中间的表格 跟大家做一个导 导读而已 因为这要细 这第一次听 先有概念 就是习英 习英在左手边 习果有没有在左手边 金英在右手边 金果在右手边 OK 那麻烦您写下出 照他这个章面这样子做 写上出 左边都写下出 右边写上妙 OK 所以辖下短是出 广高长是妙 他说的已经觉得非常好 但是字子大师啊 回头会告诉你 他说的不够好 他说啊 你这个 光仔法英说 因为以前呢 他的体辖就是三音 是差别的 彼此之间没办法相隆 所以他是体辖 那他的位下是因为 他没有出三界 菩萨福道不断嘛 最后一念才断 到了用短 第九无碍啊 子福适用 不福无名 我们有没有记得菩萨是 不得而用 有没有印象 我们这一步在 放暑假之前 谈得用得用嘛 凡夫是不得不用嘛 然后菩萨是 不得而用 恶圣是 得而不用 OK 有印象了 那他就讲说 那他所以说 因为他是 子福 只有福 而没有断 OK 所以他是 不得 他是不得 是用短 那他之后呢 到第九无碍 第九无碍 过完 到第九解脱的时候呢 他是除了四柱 他是用 也是短 然后未在化成 没 只有断了 分断生死 没有断变异生死 那有鱼无鱼啊 重得不备 那今天的这个 法华的特色呢 是 提广 因为他会三归一呀 收树万善 而且无碍道中呢 行 菩萨道语 出于界外 他不但只有服了界内四柱 他还有界外的无名 当他正果的时候是 体备万得啊 为自保守 我能够神通延寿利益众生 看起来很有道理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 好像讲得都很好 那智者大师呢 就是讲啦 说啊 我们先随便 先给大家看一下 请翻到102页 要提一下 102页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像第十五行 他说 如果说 你前面他讲的 是 无碍道 才会断 那今天呢 怎么会有人呢 未会 跑在无碍道来服 无名呢 那人呢 怎么会是生死生 而不是法性生 你说他能够 去出来吗 所以他就是 100页的 第十八行 他说他不止 是住 禁服无名嘛 那这时候应该他是人嘛 对不对 他是人 是生死生 是受生 而不是讨论到他的法性生生啊 我们要谈的是法性生生 不是生死受生啊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光载法云 他想到 脑袋想的 还是这个生死之生 不是法性之生 那这个离呢 他前面说 他是无常啊 不见佛性啊 可是你应该知道说 今天 佛性的东西 他 不是 次第 像他讲的 说你断了四处 再断了无名 再怎么样 这样还有次第 还是不够 应该是 都没有 是 一 而且 习应 据四处 反而 如果以光载法云的来说 20号 以前的 应 反而 具有四处 是高而妙 现在反而是 下而出 你们一定 没关系 先 听过 第1次 我觉得第1次 告诉你们 他们接下来会辩论 智德大师 会用光载法云的说法 说 光载法云 您的在第100页的这个表格里面你提出来的这一些粗的东西 我都会告诉你它是妙的 你说它狭我会告诉你它广 你说下我会说它高 你说短我会说它长 那你现在在说的精英的部分 你说的广高长 我有办法把它说成狭下短 就是智德大师到时候就会用反方向来说 先记得这样子 因为下礼拜我们就会做这种劳力激荡 OK好我们下课